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妖猫传》还没上映之前就有很强的舆论在造势 后来上映后的票房冒死依旧不是很好 盗版有气氛并不是很高 但个人依旧觉得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 虽然有些神话或者某些部分有杜撰 但是本身看名字就知道这不是一部正式 又何必太过于在意其中是不是全部尊重历史呢 交往过正就会很没有意思 很喜欢张雨琪饰演的春情 被猫附身后的样子真的太小猫 包括他的声线自然的有一种魅惑 整部电影导演真的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十分烦盛又奇特的大唐景象如梦如幻 甚至可以说是醉生梦死 极了之夜就像是一场梦 从百巨域对杨贵妃的故事的追逐中一点点为我们展开 明明只是一点点搜罗而来的故事 但是却又慢慢的展开 看起来那么真实 甚至到最后让人觉得心碎 所有的人都知道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给我们展现了帝王的冷酷 爱自然是爱的 但王不是普通人 他要好的名声更要江山射近 所以当这份爱成了他的绊脚时 他成了一个最好的演员 骗了所有人 甚至骗了杨贵妃 云想异常 花想容 这首诗贯穿在电影里 多美的诗句如梦如幻 只有李白才能写得出来 或许他一开始并不是给杨贵妃写的 但是当杨贵妃沉吟着诗句 缓缓转世离开的时候 这首诗就是为他而做 电影中的李白 给人感觉还是高度还原了的 李白是个侠客 同时又是个酒鬼 他的放浪不均 总是带着一点颓废和狂乱 他是诗仙 云是酒仙 高丽氏脱缺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 但是这部电影里 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么顺理成章 整个大环境的烘托 把这个世界变得像是虚无一般 白剧毅在心里 尊敬着李白 他觉得自己永远都写不出 云想异常 花想容的诗句 他可以不做官 但是他要写诗 他想要知道杨贵妃的故事 他不停地写着 琢磨着 慢慢地对杨贵妃 生出了怜惜 所以才更想知道 所有事情的真相 也就是他这份单纯的心意 妖猫现实了 让他知道了一切 看完电影 我们都知道 妖猫就是白龙 整个电影里 最让人心疼的 莫过于白龙 那么一个巨冷纯粹的少年 什么帝王之爱 万人轻目 都抵不过 白龙对杨贵妃的深情 杨贵妃是被活活 困死在石棺里 白龙找到了杨贵妃的尸体 却守护了他一辈子 白龙被深情困住 让他甘愿地 进入到了猫的身体 只是当他意识到 其实那冰冷的身体 早已经不再是杨贵妃了 他的气数也尽了 黑猫小小的身体 被放在了贵妃尸体旁边 白龙也看到了这一切 再不去对诗词纠结 真意假实 假意真 故事只是故事 追寻这一艘很值得 只是真相已经不重要了 结尾 杨贵妃的话里 黑猫被贵妃抱在怀里 算是给了我们最后的安慰 希望 白龙可以陪着贵妃 直到永远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